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买房子是要记录的 我要讲今天的主题就要讲记录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到楼梯间 一层一户 嗯? 不错啊 一层一户可以啊 所以一层一户当然是最高级 你家有钱 那一层一户就给你两分 一层两户也是不错 其实它也可以得到两分 因为一层两户左右各一户 公寓很多也是一层两户 我还是OK啊 一层三户以上就没有得分 因为三户以上就代表比较复杂 复杂一点 没办法 楼梯间就是这样 越单纯越好 好 电梯 有两个以上有分客厅跟货梯 那至少上货的时候人还可以走 或者是说货梯比较大 你的床啊 你的家具 你的冰箱可以上来 不用走那个楼梯 或者是吊外墙 吊得要死 对啊 很多 很多那个老公寓啊 那个大冰箱进不来 或是说大床进不来 只要吊外墙 有啊 还有什么冰 那个钢琴啊 要搬到老公寓 只能够吊外墙 找吊车 超厉害 两步电梯 或是一步电梯 或是一步电梯 电梯数当然是越多 越方便 可是公寿比也是很重 你要算一下公寿比 采光呢 明朗有自然采光的楼梯间 是最好的 自然采光通风 感觉舒服 但是现在通风大概都不太可 因为通风除非你开冷气 不然为了消防安全的部分啊 自然采光跟通风通常 通风都会太通风 那楼梯间是穿透的 反而会让你觉得冷或是湿 那不通风那就吹冷气 那有冷气就很贵了 有自动感应灯装置 就是出去它要省电嘛 那给你一分 有些社区真的是你走出去 就自动感应 然后一走开就关灯 自动感应啊 但我觉得自动感应灯 户数太多了 反而是一个耗电的一个装置 最后一个是省电全部关起来 有没有 有些社区真的全关了 暗色色 你说半夜十二点关也就算了 白天很亮的时候不要开就算了 如果它很暗 然后住户回来也不敢开灯 因为有社区就有规定说 什么开灯要罚钱之类的 大家吓得要死 我之前读过一个社区 太恐怖了 说你自己要灯打开 你要负责关灯 否则要扣钱什么鬼的 吓死人了 消防有排温级侦测 灭火等装置 基本的 2分 有灭火器 有些公寓有灭火器 有些好的公寓真的有灭火器 里长提供 或是你自己去买的 灭火器没有多少钱啊 几百块而已 我觉得放在楼梯间 大家拿来用 很好啊 傻也没有就0分 最后一个鞋柜 没有干鞋柜 刚刚进去什么都没有 给你2分 我们社区就是这样 我很重视鞋柜 有一些鞋子放门口 一些鞋子 比如说2、3双 4、5双 有一些美品的住户 或是说今天访客多一点 放在门口一下 嗯 可是住户的水水 有点考验哦 然后第二个是 有鞋柜的账户 哇 这个住户超美品的 于是就是他 为了王力宏来做文章 你如果很讨厌的话 也就算了 王力宏真的是一个 房地产的一个教学 借禁 超借禁的 他们家豪宅四亿长这样 门口都是鞋柜 我们过年后 请风水老师来批评一下 我们说批评王力宏 不是说真的是骂他 而是告诉你 你家是不是应该变成这个 你懂吗 你说一层一户 是他们家可以这样 不对哦 不对哦 完全不对哦 这是消防逃生的问题 王力宏的 他或是他老婆 怎么可以让他小孩 置身在危险的阶段 万一他跑出来 农业密布的时候 撞到这个鞋柜怎么办 而且 根据他的另外一张图 这边是逃生踢 所以你从这边踢到逃生踢 都是尖锐的东西 都是鞋子 你今天踩到滑倒就死掉 所以这个爸妈有没有良心 我看到这种东西 真的觉得毛骨悚然 这个爸妈有没有良心 让小孩子生活在一个危险的地方 你再有钱也是没良心 所以我这件事 我没有站在男方或是女方这边 我觉得男女双方都该打 都该罚四万块 这边应该全部收干净才对 过不得他要离婚 过不得他房子有问题 我真的拜托他一定要收起来 这个很危险 然后如果你看一些老公寓啊 他有灭火器 那OK喔很好 但是你要翻一下有效日期 因为很多灭火器都已经过期了 过期喷不出来 喷出来是一堆 一堆不是泡沫的东西 所以灭火器换一下其实也没有多少钱 换里面的内容物没有多少钱 一两百块而已 我每三年会帮住屋换一次 我家的灭火器也一定是在有效期限内 所以有公寓啊 我妈妈 就是我们家以前老房子的公寓 也有这个灭火器 好像是里长送的 我觉得那个里长做的真的不错 对啊 你可以跟里长要看 没有的话自己买 也没有多少钱几百块而已 这个是居家很重要的东西 永庆首创实境找房 不只看房 还能看到生活圈 找房何不实境看看 全新上线专人导览 安心防疫赏屋零距离 立即下载永庆快搜 最新影片都在好房网YouTube频道 记得一定要订阅喔 打开小铃铛喔 第一时间收到最新通知 最新闻的時论